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汽车修理工模拟的2015版 虽然说这个游戏好像现在也没有2016 已经2017年了 这个游戏我目前最近玩的很 很入迷 为什么呢 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拆机械 修机械的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呢 就干起了游戏解说 说来的由来已久 我已经玩了一阵存档 之前是最早玩的 有一个简单模式的存档 不就是普通模式 娱乐模式的存档 现在呢我玩的是专业模式 而且从一周五玩 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个 专业模式和普通模式 是可以随时切换的 然后我就比较坑了 因为我之前存的钱 也就都没有 我把这些存档给删了 其实是可以随时切换的 还有一个是这样 就是这个其实无所谓 这个游戏呢很有意思 我们直接开始吧 先选继续游戏 我们选择的是专业模式 专业模式和普通模式呢 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它差别在一些细节上 就是难度 是在于你没有办法 像之前那么方便 它给你把所有的引导啊 这个标注啊 给你那么多 在专业模式里面 就是你能使用的 这个界面是很有限的 就是没有 再不像原先一样 给你标志出 有透明告诉你螺丝在哪呀 哪个零件没有装呀 这个跟这个零件 这要拆下来之前 要先把其他某个零件 先拆下来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 而你就是说 要先在普通模式下 玩熟练了以后 再玩专家模式 就基本上不过没什么问题 我之前玩的时候 是先把这个游戏本体玩熟了 然后呢我才买了DLC DLC我还没有研究 这是刚把DLC装上 我提前已经先准备好了 三辆这个故障 比较有代表性的车 先放在这里 这个车 而且我已经先修了一点了 我已经先修了一点 我们可以 对是这个 先接任务是在这里 这里有这个电话 当然你看还有这个拍照 比如说你看这三辆车 还能对焦呢 上移镜头下移 然后变焦模式 可以调焦距 然后所有的焦距变模糊 你可以把焦距对到这个车上 你也可以再对远一点 对到对面的车上 什么什么 这些它很有意思 这些倒不是主要的 然后呢 什么缩放视野F3和F4 拉远拉近 按住 按住这样 这些倒无所用 这些没什么用 然后你再拍照 对焦按住了以后 再按一下右键 按右键 就拍下来了 它就给你截图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这样 这样车都拍到 这我们要准备要开工了 把这个相机放回去 接到的接订单是在这里 接受工作 它会大概告诉你 描述一下车的故障问题 你比如说故障 大概分六个类型 这个是这种 这个车门的 就是表示车身上面的一些问题 这个一段就表示排气管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就属于 这个方向盘 这个轮轴 这个转向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像这个 就是变速箱方面的问题 这个呢 就属于刹车方面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这就属于排气方面的问题啊 这大概整体上就是这六种问题 然后呢 我超这三辆车代表性啊 比如说我们先是门口这辆车啊 这个我已经把车先放到这个架子上 你看这 方向盘的问题 刹车有问题 然后让我们再给它换个新颜色啊 但是呢 这个修车空间不够 这个车我们先能修架子上 这个车要不挪开 我们先把它放到 挪到喷漆垫去啊 然后我们先来看这里 这个车的故障是什么 这个车的故障是要更新机油啊 还有机油的滤清器要换 这是一个普通的保养 然后过滤器要更换啊 这也是一套普通的保养 车轮 有很多故障 但是呢 故障零件在哪不知道 要我们自己查看 如果说是这个 普通模式的话 它会给你列出这个 故障的位置都告诉你们了 然后你可以标记出来 然后还有难以控制方向盘 方向盘操控上面有问题 刹车有问题 这基本上都是在底盘上的故障 然后变速箱也有问题 发动机方面没有问题 排气和发动机 发动机它说有问题啊 发动机 就是机油方面 这算是发动机问题 然后 那这个车基本上修起来的话 如果要修变速箱的话 那些问题都在下底盘可以修 但是呢 在修到变速箱的时候 要先拆一件上面的东西 你说在这个变速箱要拆下来的话 这个启动器要先拆下来 所以为了等会儿 免得等会儿反复操作 深深深降降的 就先把这个变速器拆下来 这玩意儿早晚要拆的 然后呢 再把这个车底盘升起来 基本上我们要修的东西 都从下面再进行操作 然后这样车就升起来了 就对着车按H 可以看到这个透视的这种模式 方便我们查看零件的布置 它这个游戏呢 以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个零件的耐久度 你看到这个越新 就是越好 锈的越厉害 就说明它这个耐久度越低 然后锈到 它大概锈技呢 它不是循序渐进的 它是大概有四个档 一个就是很光亮光泽的这个档 然后稍微有一点 那这里就稍微有一点略化 这不是车的 像这个车轮就是二档秀 这个是三档秀 这个车轮这是一档的这种秀度 然后这种秀技呢 就是已经是三档秀技了 然后低于50%耐久的话 就是四档的秀技了 那种就是秀的很厉害了 但是秀 但是一般是低于30%的话 才会算作是这种红色的那种损耗程度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按住右键 这样倒比这样子按方向 不是数字键按123可以切换 一是拆卸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呢 你对着零件啊 按住右键 那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再按下2是装配模式 它会把这个目前可以装配的零件的位置呢 用这种半透明的这种方式 给我们标记出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再装上 装上还可以显示出耐久 如果说是在普通模式下的时候呢 安装的时候 这个鼠标移到上面 这样发光发绿框光的时候 它还会显示出这个零件的名称 但是如果说是专家模式吧 就没有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本身 不小心把零件卖了 没有可以参考的零件 要装什么的话 你可能会闷逼 熟悉的话就还好 我们可以大概看出来 这个有哪些故障的零件 它绿油器这些都坏了 它给我们说是 先要换机油 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不按照我自己整体拆卸的习惯 我们按照它这个问题的故障列表 我们先 我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熟悉 我们看 先换机油 先换机油 按照它这个列表 咱们一件一件来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清楚一点 机油呢 看抱着这个东西 刚才又拿过来 推推推推推到这 扬起最高视角 然后对准这个油 放油口 然后呢 点一下鼠标左键 然后呢 这样子移到这个放油口这 然后按住鼠标右键 就可以把它拧开 然后机油就哗哗哗哗哗哗哗流出来了 这是家的机油 然后按ESC 把这个挪走 因为后面可能还要再让这个车降下来 好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叫什么 机油滤清器要换掉 这里 它已经用标志出来 你在这个按O 确定它有什么故障的时候吧 这个 轻轻这样打出来 你看它就会标出绿框 因为你已经确认这个零件了 是什么故障了 它就可以 在列表中可以方便你标记出来 还要装这个机油滤清器i4的 这个时候呢 怎么弄呢 这个没有零件的话 要上这个电脑这买 这里的话会有汽车零件店 这三项是DLC的内容 然后本体的是这上面这四个 我们要在汽车零件店 这个车身零件店是卖车身板啊 这些外版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零件店就是内部零件 我们要买的是机油滤清器 这个东西呢 属于发动机部分的过滤装置 这里面有很多 但是你看在这 要买的是在这 买一个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呢 这个搜索框是可以用的 这个我们看这有汉化 有汉化有中文 忘了说了 这个中文补丁呢 是这个我在3DM上下的 然后呢这个是有关专门可以steam steam这个正版可以用的 可能大家不方便找 然后我会把这个存在我的这个百度网盘里面 百度网盘的链接在哪呢 在我的这个微博的置顶 微博那里有链接啊 大家需要可以直接去那里找 就写的汽车模拟2015的那个文件夹 你们在那里面找就行 比如说我现在是继续说这个啊 机油滤清起 这里可以输中文机油 可以打可以这样搜 这样带机油两则就行 但是呢要注意 这个必须要在窗口模式下才能开启输入法 你要用窗口模式玩才可以这样搜啊 我这个已经买过了 这样要买零件总是需要来回跑 很不方便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是在零件工具箱这点一下 是可以有一个升级你看 你每攒够1000点经验值 你就可以有一个技能点 然后这个技能点可以用来解锁这些东西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平板电脑 这个平板电脑解锁了以后呢 你直接按键盘上的替键 就可以开启平板电脑 然后随时都可以买 在修车这个拆装配的这个模式下 也可以按替键 然后就随时就可以买 方便很多就不用你来回跑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功能 比如说快速拧掉螺丝 这个拧螺丝如果不点这个技能的话 拧螺丝的速度要慢一半 还有装配检查 就是要按常按住右键 然后来确认要拆这个东西的那个转 转的那个进度条 就这个东西 看 有一个绿色的东西 升了这个级的话 这个转的就很快 然后手动检查模式的话 就是说在查看车的时候 你要确认 就有的时候这个车的秀技啊 看起来是四挡秀 但是他未必是低于了这个最低的这个耐久度要求 就是说他其实没算完全坏 这种时候呢 你要确认的话 就是按三检查模式 然后对着这个零件按右键 就可以确认他的这个耐久度 持继耐久度 这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是没有点这个技能的话 他这个查看的就会慢 再有个呢 就是说这个维修工具 我们看有123456 最后升了90 他有一个零件修复的概率成功率 就是在这里 这个机车零件修理台 在这点一下就可以把当前你所 可以进行修理的零件列出来 然后呢 可以进行排列 是按耐久度高低排列呢 还是按名称排列 这个到时候会有具体的需求 我们只修他需要报废 就是需要修理 已经需要更换的零件就可以了 在我们不是给自己修车 我们只需要完成客户的要求就好 等会儿我们用的时候再说 然后再有就是说 他这个零件里面升级 还有这个 OBD扫描仪 压力测试机和电子表 这个等会儿我们有 这辆车我们需要修发动机的时候 给大家说 这个主要是查看发动机故障 因为持发动机拆起来非常麻烦 如果你不确定它的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把整个发动机 特别繁琐全拆下来 才能确定问题故障在哪 但是有了这个测试表的话 修起发动机来就轻松很多 可以找到针对性的找到这个故障 我们先把这个车放下来 我们还是把这个按照故障列表 第一条更新机油这个 更新机油刚把机油放掉了 现在要把机油再给它加上 在这里面 这里有这个机油的盖 打开 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倒油的模式 按住锁标机油 左键 它就开始倒 一直倒到它这个自动 这个油罐开起来 这种时候就可以放开了 然后按一下ESA 装好了 它会根据你倒的这个油量扣钱 一般呢 这倒上这个足够的量 你就花个十几美元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的油量表 可以在这里看 油标测量 保持最大和最小之间 你看这刚好就是正中间 这个它自动的这个测的很好 你就这样倒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第一个问题 机油滤清器 我们还没换上 油换掉了 机油滤清器还没有给它换上 机油滤清器要从这个车下面 如果你这个熟练的话 你就可以车抬一次 放下来一次 基本上所有东西就能修完 这个因为给大家演示 就是说这个需要的部分 在这个装配模式里 把这个机油滤清器装上来 好 这样的话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过滤器需要更换 其实这个机油滤清器 属于过滤器的一种 就是所以说你在这个 看这个叫什么 过滤器方面的故障的时候 已经修好了一个 它算了 然后还有一个 绿油器和空气过滤器 空气过滤器 看 绿油器在这 在这 你可以查看 已经是红了 拆下来 然后给它装个新的 可以 绿油 绿油器 不是路由器 是绿油器 这还有另外两种 这个是DLC的部分 标准的绿油器就这个 给它装上 再有个呢 就是这个盒 但是呢 同时这个空气过滤器 这是空气过滤器 但是呢 有的时候 空气过滤器的这个盒子 也会算坏 而且并且影响到这个 发动机的性能 最好把它先减缠下来 因为这个玩意儿 要是坏的话 它本身是黑色的 你看不出来它 最好还是扫一下 看这个 这里面 就是这个要拆的话 你看 拆不下来 是因为要这里 先把这四个夹子拆下来 还挺你真的 你要先把这个夹子拆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拆下来 之后是这个 清气过滤器 把它换上 空气过滤器 输关键词就可以空气 然后再找 是一个方形的这个 空气过滤器 这有好多种 这也加了好多DLC的东西 需要这个就行 10亿美元 这刚才购买的时候 是这样 看啊 你鼠标左边点一下 要确认 点个回车 这样才有买 一般是这样 但是你按住shift 再直接点 就可以直接买一下 刚才我就这样买的 给它安装上 然后 装上 好 这样过滤器就修好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过滤器方面的问题 都修好了 然后呢 还有一般轮胎保养 难以控制的方向盘 这个应该就是 属于传动方面 然后刹车有问题 然后这三样可以一起修 然后还有就是变速器故障 嗯 我们先把变速器故障 但是呢 刹车修之前呢 还有一个在上面可以看 确认的问题 就是说 它有的车装有ABS ABS防暴死系统 就踩刹车踩的太死的话 就可能会这个什么 好像是这个 我不太懂车 好像是起到一个让你 那是自动点杀的那种方式 我听别人聊天的时候说的 好像ABS是起这么个作用 就是不会让那个车一下子 一踩死 然后呢 这个车轮一下子是停住了 但是它轮胎本身和地面又产生了滑动摩擦 导致了车 其实虽然说是轮胎停了 但是车还是给滑出去了 尤其是冬天 然后我们看 要刹车 这辆车没有装ABS 那我们就直接修下面 我们先修变速箱 因为这个变速箱呢 这个零件比较少 修变速箱之前 要先把它的传动轴拆下来 这个车是一个四轮驱动的车 应该叫做后轮驱动 不是四轮驱动 这辆车是后轮驱动 因为我们看变速箱 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轴 是四轮驱动的 你看 是四轮驱动的车 它这里传动轴 你看 这有两前轮传动过来 然后后轮也有个传动轴 就这个超级长的这个 我们先把它这个拆下来 按住右键 这四个轮子 如果你要是 直接在专家模式下的话 你可能不太好 本身又不熟悉车的构造的话 又没玩过普通模式 就可能不知道拆哪的这个螺丝 然后是这个 这个要拆下来 先把轮胎拆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刹车已经有问题了 刹车片 空气 空气制动盘 制动空气盘和这个刹车片坏了 但是这个我们要拆这里 不需要再进一步拆了 把这里拆下来 好 然后这个轮胎也要拆下来 然后顺便检查一下这个刹车片 刹车的问题 这就是刹车的问题 好 这里拆下来了 这里面好像还有故障 都给它确认一下 顺手就检查了 这刹车的问题基本上都确认了 这也有问题 这好着呢 这个也坏的 你基本上看绣技就好 这个看起来也是 顺手给它拆了检查一下 算了 等会儿集中起来一起弄吧 然后现在这里可以拆了 好拆了 然后现在检查变速箱 这有应该是五个螺丝 然后看这里面都坏了 盖子 五个螺丝 飞盘 都坏了 装的时候 我们看调速轮 调速轮能不能修啊 修的话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 对着这个车 要对着车按O才能识别到这个车 变速箱 有问题 你看 分离轴成 离合器片和调速轮 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然后等会儿是这样刷 前驱动轴 这个驱动轴也坏了 把这个 按名称排序 然后把这个耐久尽量修满 但修满它就报废了 没关系 等会儿再买一个也可以 修好了一个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车的这个 修理结算是这样的 看 我们可以看到 花在金钱 金钱花在工作上的 这是有一个 这个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你 这个车主会给你报销一部分的 这个 就是修理费 这个修理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替换掉这里的故障零件 没有故障的零件 你替换掉 它也不会给你报销 你修好了 它也不会给你报销 但是呢 你这个 它需要替换的零件 你把它修好 然后 它会根据这个零件的 这个换上去零件的耐久度 百分比 来给你支付这个零件的 这个 报销费 就是说 你买一个新零件 直接装上 然后它这个钱是可以 与照价还给你了 但是如果你修了一个 50% 可以用 自己修 修了90% 然后它会 它也自然也会给你 报销一半的这个费用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零件 彻底修好 它彻底修好 就等于是你没有花任何一个这个零件的钱 然后呢 这个车主一样会给你报销费 就等于说你自己赚了一个这个车的零件钱 就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传动轴 我们刚修报销了一个 修报费了一个传动轴 修报费了一个传动轴 但是这个传动轴 我看啊 传动轴应该是这 前驱动轴 前驱动轴是好 我忘了 传动轴 650美元 如果你直接修好了装上去的话 它给直接给你报销 就是 就是你自己修好了 没有花钱买这个零件 它直接给你 给650美元 就这样赚到了 赚到的同时 然后呢 它最后还有一个这个结算 就是你把这个工作 所有这个列表 索实在这样 全部都完成的话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奖金 但是你直接是 只是完成工作 它这个是供时费 供时费的话 普通难度的话 是奖励的 跟你这个 完成工作的奖金 是一样的 就是等于是工作 奖金翻倍 但是如果你在专家难度的话 这个 这个完成的供时费 非常少 然后你要关键是 拿这个完成工作的奖金 完成工作的奖金 一个是 就等于是零件 本身换上的零件价值 的翻一倍 再赚一个 然后你这个零件 如果说是本身 修好没花钱的话 又会额外得到 就是说修大件 如果你要是修的 完全修好的话 就是赚了 但是你就算修坏了 只要你修的是 车主会给你报销的零件 也不亏 一般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装 调速轮 这个是坏了 修不了 我们再变速器 调速轮 飞轮表 调速轮 没买错 这一件要修好 就是赚500 然后离合器盘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 也是修好的 离合器压盘 这个你就算是 把那个100%的 换上了以后 它这个也不给你奖励 所以你就拿它 原本就换上 那个100%留到 真正需要的车 然后分离 这个离合器 分离轴承 装上新的 然后最后这个变速箱 这是个四轮驱动的变速箱 好 然后这里 这个刚修好了 前驱动轴刚 好像就是把它给修暴飞了 传动装置 前驱动轴 实在找不到的话 就有那种 但是四乘四的前驱动轴 买这个 四轮驱动的 驱动 好 后驱动桥 C 给它装上 OK 然后再把这个 传动轴给它装上 这个螺丝不太好 只能凭经验 感觉 找这个螺丝 当然真实修车 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个游戏就保留了修车 好玩的部分 把所有相当一部分 比如说管线这些东西都给简化了 所以就会 毕竟只是一个游戏嘛 它要照顾到游戏性 大家看 这样一来变速器的方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星星都给它勾了取消掉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现在是轮胎刹车这些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有一个零件特别讨厌 叫做橡胶衬套 这玩意儿超级讨厌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小 就是这个 看 就这个东西 它经常就是不好确认出来 因为你把车抬起来的时候就不好看到它 你看这四个橡胶衬套 你在检查模式里面 而且这个还不能手动检查 必须要拆下来 拆的时候这个位置又特别麻烦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叫这里 测试通道 测试通道 这是个好地方 这个需要 不需要经验限制 就直接在这里花 一千 一万五千美元 就可以解锁 你首先要存钱 对了 还有在专家模式下的话 经验 获得的经验 就是解锁技能点的经验是翻倍的 但是获得的 就是刚才说的金钱奖励 就是说任务的奖金是非常少的 但是这个 叫什么 不影响 这个难度只是一种体验 不影响 而且又随时切换 也就是说你需要升级的时候 你就切专家难度 你需要钱的时候 就切回普通难度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现在就是把车送到测试通道 对的车按M 可以把它送到你特定需要它去的地方 只要这个车装了车轮 你们看这个车没有装车轮 如果我们选择要送到测试通道 它会高 没有轮子 所以它不能移动到这里 我们先把轮子给它装上 引擎故障或者说车身不完整 都是不能送到测试通道的 好 我们现在把它送到测试通道去 启动装饰没有装 我们离合器已经修好了 像这样你要车启动 它会告诉你你哪个地方 所以不用担心 你有哪个零件没装 它会告诉你的 把它挪到测试通道 我们把多余的这个报废零件也卖一卖 这些都报废零件 不要了 然后进入测试通道 这个呢会逐次的测试我们车的这个刹车 以及这个悬挂 我们按就指操作W和S两件 我们看它现在左下角告诉我们 先把车按W 让它往前开 开它自动停下来以后 让我们按住刹车 它先测 我们看左下角测前轮刹车 有的时候 它虽然说是能测试出来一部分零件的故障 但是它有时候测不出来一些 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右边看这个 自动测试 你知道哪边的轮子可能有问题 然后你就顺着这个轮子去找那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测试虽然能测刹车 但是它只能测这个刹车 刹车这个制动圆盘 和这个刹车制动前 它测不了刹车片 刹车片但是有问题 它不给你标示出来的话 你还得自己去看 但是呢 你通过这个它自动差异 装好了不知道是哪了 然后你再跑一遍这个测试通道 你大概知道哪个轮子有问题 你就好去找 现在它去测拳挂 开上去它自动就开始测 关键是这个测拳挂 能帮我们把刚才那个橡胶秤圈 这个给我们测出来 就不用我们一个一个看了 那个看查看起来真的是特别麻烦 好 坏的零件都给我们了 然后这现在我们再来 这车给我们放回到这来了 我们透视看一下 按H是这样透视模式 这时候你再对着车按一下C 就进入这个检查模式 看 它已经给我们把这个橡胶秤圈 都给我们标记出来 那个圈坏了一个 它全给我们测 橡胶秤圈全都会给我们检查一遍 给它挪到左边升降架上 它能测的零件都给我们测出来了 基本上目前修车还没遇到过轮胎有问题 因为车主轮胎坏的话 车主自己就能修 我们现在来看 检查模式 我们自己看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轴有问题 但是它没有测 我们这样就可以检查出来 还有这里 可以都给它检查出来 弹簧测不了 我们把自己 我们看起来 当然你其实自己去直接就去拆 然后就坏掉也没问题的 这个任何零件 只要你这个就算是 你看右键查看不了 你只要把它拆下来 也可以知道它的耐久 所以说最基本的一个检查方式 就是把它拆下来 你就知道了 但是反过来说的话 有些零件就特别难拆 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好没好 就比如说发动机内部零件 你就要得把外面所有东西都拆一遍 才能知道它好没好 就特别淡堂 这看起来都没问题 这个弹簧看秀技 大概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就不用查了 这个杆也有问题 基本上后轮的能检查 我们都检查出来了 还有几个刹车都出来了 那应该是在前车前面 前轮还有一些问题 大家实际玩的时候 不需要你先把它都检查出来 你直接看大概差不多就去拆 拆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检查出来了 你看这个杆就有问题 这样的话就是所有问题都 应该都列出来 还有一个 这个是轮胎保养方面问题 你这样对照 就应该是中间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测不了 必须要把它拆下来 好拆就拆呗 我们先来修前轮 把所有零件先 故障的零件全给它拆下来 这个有一个关于 这个玩这个游戏 有一个习惯差别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 喜欢就是 把零件全都拆下来 然后修一遍 然后把 看能不能修好 然后再换上 修不好再买 或者说是 我有的时候就看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 我可能会像刚才说的那样做 有的时候我就会 直接就换上新的 然后旧零件 再自己去看能不能修好 然后能修好的话 就在下次修车的时候 就直接拿上来来用 看自己的习惯 或者说你把这些 修好的零件存下来 等到你买一个报废的车 这游戏是可以直接买一个 报废的车 归自己所有 比如说一个 你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车 但是它是个报废的车 然后你自己再把它修好 这就是你的车了 这个好像是好的 这是好的就不用拆了 中间这个杆 前摆杆这个要拆 但是呢 要把另外一头也要拆下来 我们可以刚才说那些没有 我边说边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杆拆下来 必须要先把这个内拉杆拆下来 内拉杆拆下来 要先把外拉杆拆下来 外拉杆拆下来 要先把轮胎拆下来 我们已经把轮胎拆下来 所以这个外拉杆可以先拆下来 外拉杆拆下来拆内拉杆 内拉杆拆下来就是这个传动尺条 就可以拆下来了 这头是不是也没拆啊 好 传动尺条就可以拆下来了 这个桶里 这里 这个要先把摇摆杆拆下来 摇摆杆要拆下来的话 要先把轮胎拆下来 但是摇摆杆 我们这个轮胎已经拆下来了 然后 这个 前摆杆 就可以拆下来了 然后这个是 下悬挂臂 这个其实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叫 我只不过就玩的游戏多了 要搜名 经常 一看要装这个零件 然后 在这找 然后看下悬挂臂 念多念多就认识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我真不懂 我是真不懂 你说谷歌是干什么的 就是玩游戏 玩游戏玩多了 然后就好像懂了 但其实 其实真不懂 我很清楚自己真不懂 然后 这里面 这个好像坏了 要拆他的话 要把这个 这个 传动轴 拆下来 好 这个好像是好 这个是好的 盖回去 然后呢 是这个 胶圈 胶圈看起来 这三个是好的 坏的就是这一个 拆下来 好 这个是不能修的 我们直接买个就先换上 因为这个 太小了 有的时候还会忘了装 他给的那个小光圈 你有的时候 看不到他 橡胶称炮 这样就好了 前轮要拆的东西 都拆下来了 我们去看有哪几件能修 在修理台这里 通过名称排列 不要通过耐久 他耐久的话 一修好他耐久一提高 又重新排了 就找不到了 我们要修什么呢 就修红色的 能修好 就直接给他点到满 修不好就直接重新买 按住shift 要不按shift 直接点 他会问你 设法修复这个零件 按住shift 他就不提示 97%了 很可能会报废 居然运气比较好 没修报废 制动前 它是90%的概率修复 但是他修复百分之多少的 耐久不一定 所以说你要点满之前 可能要多点几下 每点一下就是 其实90%乘以90% 乘以90% 相互乘的话 其实是低于90%的概率 所以说这个很玄学 这个 这个也是个欧飞测试仪 还比较欧 一个都没坏 能修好的 全修好了 但是还有一些零件 比如说我们 查看我们现在有些 也有些 它修不好 你比如说像这个 制动通气盘 这个就是不能修的 然后这个橡胶衬套 也是不能修的 内外拉杆也是不能修的 前摆杆也是不能修的 摇摆杆也是不能修的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耐久低于10% 也是不能修的 刹车片是不能修的 这个转向尺条可以修 但是它耐久低于10%了 修不了 报废 彻底报废的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 就知道买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买刹车片 什么什么什么的 摇摆杆 我们先看传动方面要买的东西 先一次买 外拉杆两个 内拉杆一个 前摆杆一个 然后这个摇摆杆 我们按T 现在就买了 内拉杆两个 是内拉杆是两个吗 记性不好 内拉杆买一个 外拉杆买两个 内拉杆多买了一个 但没事 经济状况撑得了 而且换内外拉杆的情况特别多 实在找不到就搜吧 这个摇摆杆 摇摆杆 摇摆杆A买两个 还有这个轴 轴成这个 转向尺条要一个 然后是外拉杆 外拉杆怎么不见了 被DLC挤掉了吗 这呢 外拉杆两个 还有什么 转向尺头 外拉杆 前摆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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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摆杆应该在前面 前摆杆 然后是刹车方面的东西 你可以边边那个什么 边修边看卖什么 我这只不过是 就是为方便给大家看 比如说 制动圆盘 制动通气盘要两 刹车片要两 制动前我们刚已经修好了 所以没关系啊 这个排列要看一下买的对不对 就 哎呦先不出手 我刚应该按名称排列 然后这样找 契换的就应该都有了 好开工 多买了一个 内拉杆 制动通气盘 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不知道 哪个零件 你这个是他会是车主给你报销的 比如说你有两个制动前 一个需要换一个不需要换 但不需要换的那个耐久不是满的 你把不需要换的那个地方换上了新的 而需要换的那个换上了一个没满的话 他就不给你报销全部的那个费用 虽然说这也其实差不了多少钱 但是注意一下就是能能赚一点是一点 你比如说这个制动钱 他就是原本是不需要换的 所以你给他换上旧的 下旋挂臂 这个是肯定要的 你把你在那个修理列表里面 你给他让蓝色的这个标出来 然后再给他换 然后这里面轴 这个轴是要换新的 前后驱动桥这个没差别 然后这个转向尺条要换新的 这个内拉杆也是要新的 这边的内拉外拉杆两个都是要换的 这样就装上了 然后摇摆杆 摇摆杆要先把这个前摆杆转上 摇摆杆A 这个我是因为玩普通模式熟悉了 所以知道哪个地方缺什么零件 马上可以反应过了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直接玩专家模式 不熟悉车这些零件需要装哪的话 就可能会闷逼 这边外拉杆 这个外拉杆是不需要装 所以就给他装上旧的 内拉杆外拉杆 然后是这个 这个轮 螺丝在这儿呢 实在确切的说是罗帽 然后 制动通气盘 刹车片 这个刹车片也是要换 两个刹车片都是要换新的 这个制动前要换新的 这个是不需要换新的 所以就是装旧的 好 现在还差这个 前弹簧 减震器 这个拆多余了 这个不需要拆 刚才我顺手给拆了 因为 边说话边那个什么就 拆多了 其实只要拆这个摇摆杆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轮圈 轮胎装上 我应该会经常说错名词吧 因为我确实本身就不懂 好 这样的话就 后轮 前轮 故障就都解决了 看 刹车有问题的地方 都可以给他勾掉了 只留下这个 还没有修复的位置 这样的话 其实熟悉的话 倒是没必要 但是主要是为了避免 有时候 偶尔可能 避免偶尔的犯错 忘了什么 忘了什么那种情况 严谨一点的话 还是这样好一点 我们看这一块都有问题 我们的问题都已经 刚才前面扫的时候找出来了 其实 你比如说你已经确定了 这个 后白杆 这个有问题 你要反正要拆它 你就把该拆东西都拆下来 顺便可能就已经检查了 这边有一个 称圈 这坏了 拆 它这个螺丝在这儿 这三个螺丝 这边还有一点 在这儿 当然你隔的 你熟悉它位置的话 不用看着也可以 第三个螺丝在这儿 这有三个螺丝 然后这个 这都这几个 都是可以不拆轮胎修的 两头这个螺丝 这个也是 不拆轮胎 可以拆 这个也是 这个要拆轮胎 然后这个也是有个胶圈 要拆下来 但是呢 这里面有这个 刹车 制动前要拆 这个轮圈 必须要拆 这个就好了 刹车片好 制动前坏 它这个前后轮的这个 刹车前的那个位置还不一样 你说这里面这个也坏了 所以我们要拆到里面了 要先把这个制动圆排拆了 这个才能拆 然后里面传动轴 好 这就好了 这块都是好的 就不用再拆了 因为拆里面这些就够了 这个 这也是后摇摆杆 后摇摆杆也要把轮胎先拆下来 然后这些看起来都好 但是这里有一个 非常容易漏一下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 看这里 还这里还有个胶圈 这还有个胶圈 这个特别容易漏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要先检查一下它 你实在找不到什么 看起来都好着呢 可能就是藏着的那个零件是坏的 因为很难看到它 这里我看制动好 自动前 和那个刹车圆盘都坏了 然后刹车片刹 刹车片是好的 圆盘 悬挂上悬挂笔 然后这个胶圈都好的 然后这个摇摆杆 拆下来 后摆杆 后摆杆也要拆下来 这些都好着呢 行了 能拆的都拆下来 然后先看能修 能修好的是什么 按通过名称排列 能修的还挺多 欧飞测试阶段 制动前修好了一个 制动前修好了一个 修挂壁 暴废一个 后驱动桥 修好了 好 红色的全都给修满 还暴废了一个 但是损失不大 我们开始装 先装这个中心这个位置 看后轻杆 叫后摆杆 我其实真的是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名字叫不对 后摆杆应该是在 传动装置里 你要实在找不到搜名字 后轻杆 B 装上 然后这个小胶圈 特别容易忘 所以你就直接买 买好的 现在就装 现在就装 好 还有一个 这个也要装 后悬挂壁架 这个也是在传动后面 就是这个 好 这三个我 好 然后这里 又是要一个橡胶层 装上 然后这个是要装 制动圆盘 但是这个制动圆盘 好像是 对 是要旧的 我们就不给他换新的了 然后 后驱动桥 这个要装 这个刹车片 不需要用新的 你看他可以 刹车片好像两个刹车片都好 制动前也是需要换的 好 这里再把这个 减震器装上 这个是要 旧的 不需要装新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摇摆杆 后摇摆杆 摇摆杆前端连接 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 这个是要新的 就要买一个 拆下来 这个车主是可以给报销的 买个新的装这里 好再把轮圈装上 轮圈无所谓 他不给报销 所以你装 耐久度高的耐久度低的 无所谓 好 我们再看这边 好 上悬架悬 上面的应该是靠前面找 对 后悬架上臂 就是他 然后 制动圆盘要买一个 在属于刹车 我们先把这些小东西先装上 摇摆杆前端理解 就这个 然后制动圆盘要在刹车类型里面 后轮的一般都是制动圆盘 或者说是刹车骨 刹车片 制动钳 然后最后把轮圈再装上 OK 好 然后再按一下O 看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时候你在要按O以后 看这个完成工作 他奖励的金额是看 金钱 花在工作上的金钱是这个3000多 然后完成任务的奖金是这么多 然后完成工作的奖金是这么多 这个是不算 他本身是没有计算到就是你投入的成本的 但是你投入了多少 就是你花多少钱是这个 就等于他这个是给你补的 然而他给你赚的钱 你就实际赚的算这部分就行了 这是总共给你的金额 你这个投入的金额实际上 它只是按这个零件的成本来算的 所有这些修理的这些零件的成本算给你这么多钱 但是你实际上可能没有花这么多钱 没有花这么多钱 但是他给你了这么多 就其实就额外赚的东西 在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你修好的那部分就是钱 有机少成多 尤其是修了一些大件 比如说发动机组 ABS 这些东西修起来就很赚钱 我们来把这个垃圾卖一卖 但是他卖垃圾只是卖这个耐久低于10%的 高于10%他还不卖 但实际上有些零件是没法修的 你要清一下 为什么叫经常清仓库呢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的时候分辨清楚 这个车上还有什么零件没有装 接下来是一个大件的 这个车 这个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故障 发动机 发动机所有问题问题特别多 引擎 黑音大的问题多 机舱发出奇盖的问题 总是引擎问题很大 然后绿油 基本都是发动机上的问题 发动机的问题的话 最麻烦的就是他要换到他这个 最内部的那个零件 曲轴 那个是整个要拆的 但是这个里面有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这个就需要看 首先我们要检查这里 因为这个叫什么 空气过滤器 里面心坏了 会算作是发动机的问题 但是他这过滤器壳坏了 也会算作是发动机故障 所以我们每次要先把这个检查一下 哎 看果然坏 我原先就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把发动机他们全拆了 检查了一圈 都没发现 噢操发动机到底哪坏了 结果是他们这个盖子坏 就特别特别弹疼 看不 看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耐久 这像这些塑料材质的东西啊 它耐久低了以后它只会发黑 而这玩意儿颜色本身就是黑的 所以一定检查模式里面 先把它扫一下 那这就是一个故障原因之一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它里面的情况 外面哪些地方坏了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个 比如这个发动机也是坏的 这个排气管也是坏的 早知它声音大啊 这个绿油器也是坏的 这外面看起来没有 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不用你把整个发动机拆掉 就可以知道里面是不是坏的 就是在这个技能里头 这三个 如果你要点技能的话 优先点压力测试机 这个压力测试机测出来的就是什么 类型的东西 就是这个发动机最内部 它的这个 叫活塞和曲轴 这两样东西就是这个 曲轴 就是最里面 它这里面带有这个配重的这个 这个东西 曲轴 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 然后再有就是气缸 应该叫什么活塞 活塞是塞到气缸里 就这个 这个上下抽动的那个活塞运动的那个活塞 就这玩意儿 这两个东西 它这个最主要是 这个 气压表是测这个的 然后电子表呢 是测跟电子有关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像这个火花塞啊 点火器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 跟电 这个这个电有关的 通电的设备 它都可以测出来 包括后面 有一个就是这个 叫做什么 燃油泵 它把油输到前面去 它把管线简化 但是燃油泵 依然是在后面 燃油泵 也是属于电子元件 它测这个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 也是 说发动机有故障 它把整个发动机都拆了 没找到 结果是它们后面 这个燃油泵 啊 就像我前面跟你说 就是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查那种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就是那个小称圈